其實不只放言的民調 之前的民調就一直告訴你說 這個郭台銘都有可能對不對 而且你看侯友宜跟郭台銘 就一直被認為就是 國民黨裡面的唯一光復 那個他們黨的事業的 那個一個救星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他們都 批國民黨的戰袍 其實兩個人得票差不多 都是贏的啦 因為現在社會氛圍 從九合一之後 就一直還沒有轉變過來嘛 就是說我討厭民進黨的那個氛圍 還是一直存在啊 那問題是存在 這個能不能延續到 明年2024年出的那個總統大選 那個時候就不知道了 這也要看這個各個候選人 在選舉過程之中 他推出的一些東西 或者說他有什麼可爭議制度 讓人家打 你看這個韓國瑜 也是穿得抓不住啊 可是他一出來之後 就馬上現行啦 對不對 馬上現行之後 你看還不是大叔 那可是我是覺得 這個民調裡面 比較誇張的一點是說 郭台銘侯友宜 兩個人如果都同時參選的話 那郭台銘還是會贏呢 你看對不對 最右邊這個 你說如果柯文哲 禮讓郭台銘無黨籍參選 對 郭台銘還是贏呢 還贏蠻多的 還贏過侯友宜很多呢 那我就覺得說 這根本的民調是不是有心 讓郭台銘出來 把侯友宜PK掉對不對 而且這個民調的話 那你把柯文哲放哪裡 對不對 柯文哲就禮讓郭台銘的話 柯文哲今天就應講嘛 他就是要選總統 沒有這樣負的啦 對不對 怎麼可能 而且柯文哲穩拿20% 可是他選舉的時候 你看開始大亂混帳的時候有沒有 柯文哲20%是有可能 比較接近20啊 因為藍綠沒有歸對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他可以趁嘴 混嘴摸魚 或摸一些票回來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這份民調是不是就再次 之前的很多俄語傳出來 說民進黨說 資料都喘好聲了嘛 應該去內部評估說 郭台銘比侯友宜比較好怕 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 郭台銘你光一個財產問題 你怎麼彈在陽光下嘛 你跟中國大陸 你富士康你在大陸的資產有多少啊 這些事情你是不是一開始 你就要把很多事情都要彈在陽光下 那你一定跟批會理 對不對 想清楚喔 當初宋主瑜就是因為新票案 批不理有沒有 批到批 那民調整個就輸掉了 所以郭台銘會不會重蹈這個覆轍 我不知道 這要看他們自己那個 那可是郭台銘今天出來講這話 他說只要為台灣這塊土地 有做事 要我做點事我不計形式喔 他說各種形式 他可能意義不容辭 而且他也在喊話國民黨朱立倫 對不對 他說你這個辦法出來之後 我才要做最終決定 要不要參選 所以你看郭台銘到目前為止 他是沒有說一定百分之百 參選的呢 雖然我們現在看說從之前的百分之四十九 五十一到現在已經大概百分之九十了對不對 那可是你說實在話 你的辦法還沒出來嗎 這個細於誰 細於朱立倫的手上嘛對不對 可是我很想跟郭台銘講啦 我跟郭台銘喊話啦 你說你要等到辦法出來之後 你才要決定要不要參選 我只能跟你講一句老實話 你把麻辣蛋啊 等辦法出來 我就跟你講說辦法出來了 我不讓你郭台銘回國民黨 你還是不能選啊 對不對 這是最終根深蒂固的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慢慢把郭台銘 之前的事情都挖出來啊 2019年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他跟韓國瑜出來出選的時候 結束之後大家都三十一大佬 聯名簽署登報還告訴你說 呼籲你說郭台銘 你要跟韓國瑜合作啊 那得來的是什麼 得來的就是怎樣 那郭台銘還是退黨啊 還是罵啊 而且把國民黨罵得一無四處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好 郭台銘你要回到國民黨的話 是不是要再找三十一大佬 重新再連署簽名一次 甚至要找六十二大佬 變個加倍對不對 我請你郭台銘回來 所以就跟你講說 現在是郭台銘就面臨的就是說 大家想看你看下面很多人 那個什麼蔡正元 董事生 鄭麗文 話講得有夠難聽 連廁所都已經出來了 公共廁所都出來 你就知道說 這就表示說一大群那個深藍的人 有沒有 而且接下來忘董 對不對 蔡旺旺 你要怎麼處理 那個時候他們是幹開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郭台銘那個時候 好幾次那個 只要中天的那個記者 不要一賭出來有沒有 他就給他吐功 林林這個錢 你對得起你的良心嗎 對不對 那你現在接下來說 你覺得你說你出來代表國民黨 有誰會同意 我是講說國民黨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用一句話形容 這叫做人何寮落 鬼何多 對不對 現在根本就是什麼小鬼橫行 獲取消強 你看嘛 光一個大安區有多少人表態嘛 那四十挑軟的吃 大家都擠在大安區 對不對 你怎麼有什麼不想說 比較有心理的說 我去健困選區挑戰 對不對 我更上一層樓 我只要先去 撞個頭部血流嘛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國民黨 穿皮鞋的基因 還沒有變 對不對 一四人都穿皮鞋的 我講真的 內途內行嘛 你現在母雞就沒有一個影 那整天小雞就開始屁不屁 所以就跟你講說 國民黨讓人家瞧不起 就是在這邊 好啦 那你說 老郭郭董他講說 他之前為什麼會罵國民黨 就是那時候是什麼 年輕氣盛一時衝動 四年前叫做年輕氣盛 你也要七十了對不對 那講的實在是 那王金平也講得很清楚 你要代表國民黨之後 我才會支持你嘛對不對 因為王金平他腦袋也很清楚 他學數學出身的 數學系畢業 我說實在話 你看 他今天如果去聽你老郭說 郭柯佩 我去聽你國民黨分裂的話 那王金平不就晚節不保 對啊 變國民黨罪人 對啊 國民黨罪人嘛 所以就跟你講 郭柯佩也不可能啦對不對 我說真的 我一直在強調說 你郭台銘回來 還買一送一 沒有那種事情對不對 而且你看 那個王靜穎他講 今天那個柯文哲又講說 那個是什麼認知作戰 政治上認知作戰 拜託柯文哲 誰說的 那王靜穎說的 以前市府副發言人 對啊 不是柯 不是柯的人馬嗎 對啊 那你的人說的 那誰在認知作戰 所以我就跟你講 其實我昨天就講 柯文哲不可能去當副的 不可能委屈求情 說我跟你國民黨合作 我去做你老國的副副手 那不可能 他如果真的只為了想當副手 真的愧對你智商157對不對 想那有空不順 而且我說實在話 人家就講說 黃靜穎會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已經在逼宮了 覺得說你老 你柯文哲不要擋在前面 我為了我民眾黨未來的發展對不對 你柯文哲趕快下來 我趕快跟國民黨可以有一個合作 即使是依附在國民黨都沒關係對不對 所以他就要想把這個大石頭搬開 好啦 那老郭剛才也講的一句話 他說朱立倫學到教訓 一定會有個完善的辦法 那可是我跟你講 我講一句實在話 朱立倫四年前學到的教訓就是說 我被你吳敦義 郭台銘韓國瑜三個人 搞到我見不得光啊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我學到的教訓 就是告訴你 我現在是黨主席 你稍順重一下啦 輪到我了吧 對不對 我開這句話對不對 委屈這麼久了 我好不容易幹這個黨主席 就是告訴你說這個遊戲規則我來定 其他人不笑 而且我跟你講 老郭說他四年已經學到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還是沒有學透 你人和就是沒做到嘛 對不對 你10天一直在那邊放話逼迫朱立倫 朱立倫我說真的 他不是縮膏還是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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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有一種物理定律叫做作用力於反作 我現在每天他用這種事情在壓迫你朱立倫的話 你覺得朱立倫反彈會不會很大 你今天郭台銘還不是國民黨員 連黨員都不是 你今天要我幫你開大門 還幫你設計一個量身訂做的時候 還要供應你回來 我這個黨主席是要做什麼 我說一次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郭台銘真的 在這個方面上 真的還是要多想一些事情 好啦那我講朱立倫 朱立倫我剛才講說 他現在是黨主席 叫你們大家稍順重點 我跟你講朱立倫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放棄要選總統這回事 否則那個沈中榮跟那個周典論不會這個時候跳出來講 而且他就覺得說老郭的事情好擺平 侯友宜的事情才是不好辦 對不對 因為侯友宜就告訴你 我們剛才看這個民調也是 你看除了老郭把他排除 我不讓你進國民黨就解決掉了 那問題是侯友宜是他裡面最強母雞 你看沒有他的話 你看這個侯友宜是不是也都 只要是批籃贏的都能夠贏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現在接下來當然是要對付侯友宜 所以他才會開始把他友好的一些那個那個議長對不對 郑平昨天講這兩位議長跟傅崑奇好一點對不對 不出來這個試水溫 對嘛那就開始就開始跳了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現在侯友宜最大的問題 他真的是加強人設啦 你不能每天都只好好的做事對不對 好好的做事這句聽到糟糕了你知道嗎 你不表態的話 雖然你是保有神秘感 可是你沒有新鮮感啊